馬上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天氣其實跟昨天差不多 各地都還算是晴朗穩定 不過我們看這個雨區預報圖 其實在東半部雲量比較多的地方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而在溫度方面我們來看 夜晚清晨低溫在台南以北跟宜化地區 大約是12到16度左右 那麼其他地方會來到18度 但是輻射冷卻作用之下 所以局部地區恐怕還是會有10度左右的低溫出現 一定要特別留意了 至於高溫在桃園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可以來到23 24度 新竹以南地區甚至可以來到28度左右 西部地區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個日夜溫差會來到10度以上 所以如果您是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注意溫度的變化 務必做好保暖工作